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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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大家好,欢迎回到《芒向编辑部》的 小兴芒新闻节目时段 本节有我的许瀋,另外就是我们的新西兰二德台阳 大家好 好,请记得帮助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这班伙子可谓炒完又炒,炒完又炒车,对吗? 是啊,整天都是这样炒饭,真的不厌的吗? 是啊,如果这样的话,就不要开车了 话说,较早前对于罗冠聪的父母,还有他的哥哥 还有那个蒙兆达的亲戚那些,有几个 还有郭榮鏗,他的哥哥等等 如是者一干人等,就叫他们口中备调,什么株莲或什么 就要令大家害怕,不敢再多些亢账 其实,说到底,到了今天,就算盘估初开,去到懲罚的那一桶 也没说有正式落案起诉 何以会去到罗冠冲的父母 因此他们说到很恐怖 影响深远 搞不到你 就搞你的家人 搞你身边的人 搞到一堆东西为止 他们都说了很久 为什么不见袁梨昌 容海恩小姐都会去谈谈 还会说到潜盈潜声 说他们有特权 现在终于看到今天 冰婚三老杜梨 他们一开播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一些新闻 说到袁宫怡的其中一个大女 叫袁梨网 说她回到香港 即是今天凌晨 不久就被国安署带了回去谈谈 接着大家又说 为什么没有袁梨昌 为什么没有容海恩 一声又有些报道 原来袁梨昌 也是带了回去警署谈谈 好了 当人又说 哎呀 但是为什么不见容海恩 他不是有特权 谁知道原来最新消息 每个人都有 是的 容海恩原来都已经是去完那一只 去完 是的 我们现在看到画面 据说 他在立法会那里见记者 大约下午4点15分的时候 一口气去回应 今次的事件 答得都挺仔细的 也好 一口气说出来 总好过 就是被那些人胡说出来 因为他们说到 好像是 古时那样 带什么黄色的风条 抄家的 是的 就是打个交叉 去贴着那个门口 然后有很多人在里面 搜房子 搜到全部乱了 没有这回事 不是这样的 然后就用大箱 将你家里的金银珠宝 卷值那些 那些古董和名畫都被推走了 那些抽黃昏 那些一腳伸開來 大人現在要吃飯 不是這樣的 會不會有這樣的情況 我們說回容凱恩小姐 她怎樣解釋 她說大概今個早上 七點左右 也跟那班人差不多時間 也是早上的 有十多個警察 再帶來搜查令 去到她家 進行搜查 還有她和袁尼昌 亦都分別 帶回警署協助調查 如是者應該也是 將他們兩個分開來做對談 看到容凱恩說 在西區警署 進行了三小時的視像會面記錄 似乎我們看電影 或者現實來說 可能會有兩位警察對著你 拿著攝錄機 放在旁邊 你就開始說了 當然一開始說的時候 一定在法律上需要說的話 然後才開始繼續做對答 如果日後真的叫做員工儀成功 被逮捕的話 有機會這些錄影會面 可以成為呈堂證供也不定 所以拍下來就會好一點 如是者 容凱恩也說 做什麼 拍什麼拍 不要拍 收到她 也沒有這些 沒有沒有 是很合作的 我相信是 而且不是什麼拘捕 只不過是找員工儀的 有關的人士 當然也包括容凱恩 雖然容凱恩在很久之前 都一段時間隔了 就說登報 跟員工儀脫離雍式關係 但其實這個所謂 脫離雍式關係 法律上沒有這件事 法律上沒有這件事 所以她當時這樣做 我自己的判斷就是 不會因為這樣 而能夠撇清到 容凱恩和員工儀之間的關係 所以也解釋得到 為什麼今次容凱恩 都被警方邀請回去文華 其實即使大家很公平 你們之前說了這麼久 就只是找羅冠昌 又說搞他的家人 很搞笑 現在對於容凱恩 被帶回去警署問的時候 就說終於她時辰到了 要動她 不要那麼瘋 是神啊 是神啊 大佬 欲什麼 你這麼厲害 看風水命理 你先幫自己看吧 不要說那麼多 誰究竟是時辰到尾 還是怎樣 你們兩個寫標題 說是時辰到尾 你只不過是看到容凱恩 就帶回去警署 聊聊天 即是你知道什麼 就說了 還有 你說搜屋 是不是代表了什麼 叫做不相信他們 所以就等我來搜 不是叫做等你們交出來 這個我們都要持平一點去說 總之 警方做事 就有他的原因 當然 會不會呢 想當年 袁弓夷在茶杯 即是家嫂 針茶給她的茶杯底 會不會收到什麼呢 會不會收到SD卡 可能都不頂 真的 不知道 有些人在小朋友的玩具 本來是進入電芯 把SD卡放在裡面 會不會呢 會不會去搜尋這些 這個我們不知道 總之警方做事是有的原因 甚至乎容凱恩也沒有說 哎呀他們弄到家裡骯髒 也沒有說這些話 我們看到容凱恩也很淡定 有淺症地出來說 他就說盡量解答 不知道的就不知道 例如那些什麼 內情還是怎樣 喂大哥 或者知道的就照說 例如什麼呢 袁弓夷的電話 還有他的地址 他不知道就真的沒有多好說 也都說暫時不會影響到他 和他丈夫的關係 也都說已經是遇見到自己有需要去協助調查 如果我們換位思考來說 我反而希望你快點叫我去調查 那倒是 即是早點調查 早點安心 放下一個心頭大石 會不會這樣呢 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換作是我 起碼就是那些雜聲 那些哔哩巴 又說我有什麼後台硬 又說我是愛國者 又說我是什麼什麼什麼 又是什麼建制派 又有特權 又說有業太照著 又有新聞黨 又怎樣 嘩 如果是Viva 算了算了 如果真的要問 很煩的 我也很想 只會未能夠主動 不如這樣吧 我也來幫忙說幾句 如果我主動去 又好像整件事 又好像不太合套路 整件事 通常都是趕著要請 邀請我 那種感覺上 就要公平很多 誰不知 這班傻人 他們又不是公平與不公平來看 他們又說 終於動了 抵你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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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死 有什麼死 我也很想問 搞笑 這班傻人 不是出來這樣說 對吧 也說 一早已經是脫離了 那個夜色關係 說自己 仍然都是 員工兒的兒子 袁梨昌的老婆 或者警方 或者警方認為他會因為住在一起 會知道更加多的資訊 我相信警方會有他的定奪 可能會不會看到 袁梨昌原來是WhatsApp的名字 是對方寫著 老爸 爸爸 那些什麼 員工兒 有可能的 會不會有這些呢 會不會有真的 可能是原氏者一家的群組 這個群組 容海欣小姐已經跳了很久 可能還看到你們在玩這個曲 對不對 今天我在這裡做什麼 聊香港議會的事 然後 袁梨明就說 我在喝我的酵素 試試看看我漂亮不漂亮 然後袁梨昌就說 一些都不漂亮 哈哈哈哈 會不會有這些呢 可能看到他這些都不頂 如果 可能問一下袁梨昌 你的手機裡面 有沒有跟他聊天 會不會很久沒有聯絡 這個是一件事 總之 你說是否正式去到 要拘捕他們 落案起訴 那又真的不太有這種感覺 會給我們 我也認為暫時還沒有 現在就是 你說要對袁梨昌 或者容可欣 要有進一步的法律行動 既然警方都還沒有 我相信將來都不會有 因為 有關於袁公兒的案件 都查了一段日子 是不是 如果真的發現 袁梨昌或者容可欣 涉編了一些違法的事情 就拘捕了 看看是不是 還有一點 做人的邏輯 要貫徹一些 如果 你看見容可欣 袁梨昌 也是被帶回警署 文化之後 你覺得 要將他們兩個落獲 故之然 回到 羅冠聰的父母 他哥哥 還有郭榮鏗的哥哥 還有蒙兆達的親戚家 那他不是也要落獲嗎 是嗎 應該就是 為什麼要落他們兩個 要抓他們兩個時辰道 為什麼那些又不需要呢 那些就是鬼 為什麼 鬼 就是鬼 他們沒有解釋 如果有什麼不妥 超越了他們的邏輯和常規 你就是鬼 如果這樣想 就真的太悲哀了 這麼傻子 所以呢 我不是說 想大家那些什麼 黃還是藍 其實沒有說哪一方面 沒有的 有絕對的話語權 不能說就是 我們看法律 就是這樣就是這樣 還有 你們的邏輯 以及你們的理性 一定要貫徹 要反過來 也是 才行 我真的想不明白 什麼 袁尼昌 可能再說下去 跟容海恩 都再沒有利用價值 所以 要把他們兩個 有些可能是叫做戲 還是怎樣 這個 你喜歡怎麼說 如果你們怎麼說 你也是不相信的 你們喜歡呢 你們那一套 那就叫做OK了 我相信 整件事都很公平的 你說有沒有 翻到房子都亂了 連第三褲都拔出來 櫃筒都翻出來 沒有 沒有這些 都很基本 沒有這麼做的 是普通文化而已 較早前 看到懲罰咪的那些 都是一箱箱地搬走 逐件逐件地搬走 有沒有說 拆到裡面的東西 就不見了 爛了 還是怎樣 其實也不覺得 都不會的 如果你拆到爛了 破壞了 那其實 會不會影響到單案呢 有機會的 第二就是 如果單案完了之後 跟著也有可能會被 那些當事人追究 你破壞了別人的東西 所以不會的 警察不會的 好像那些古裝電影 那樣 或者古裝電視劇 抄家那種情況 抄家那種情況 抄到整屋亂了 沒有這回事的 你電影就有 電視劇就有 哈哈 把你那些什麼 妹仔拖走 是吧 對呀 鑽聲幫著她 串起碼一起拖走 逐個串起碼 連阿婆阿馬都這樣串起 這個挺有趣的 好了 那我們今節就暫時 講到這裡 好了 我們先來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